我老娘我出钱是老大 我就是要从台北市议会发车 你不爽就不要来 你俗辣不敢搭你就说嘛 在那边说什么 我要在内湖 我要在台中 我要在台南 老娘出钱老娘最大 我就是车子 你说好三台车 120人坐好坐满 台北市议会4月7号11点半 不见不散 无心蛋你不要跑 我们都要讲这个马前总统的事情 先从游览车开始讲起 这个是怎么样呢 民进党人最近不断不断的 就想要把这个马总统的事情炒热 但是没想到马前总统的表现 如此之好 给个赞 他讲了中华民国 他讲了总统 台湾总统 他还讲了民国 他写了112年 然后民进党就不断想要从里面 见缝插针挑骨头 甚至抹黑他 所以我们要问 请问蔡英文总统 你敢在其他的国家 不是我们的邦交国的地方 你敢到中国大陆 你敢在美国讲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吗 请你务必一定要讲 尤其在美国其实 一定可以讲的嘛 对吧 好 那但是我要讲游览车的事情是这样 就最近呢 在绿营的政论节目里面 有一个独派教授呢 其实他并不有名 一个这个独派教授 他就说 只要马英九 在中国大陆讲了中华民国四个字 我们所有独派教授就要 共同来接机 欢迎马前总统 当马前总统讲了中华民国 他还加码讲了台湾总统 跟民国一百一十二年之后 来我个人最多赞助十台车 包车在独派成员 前往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行下 迎接马前总统 这教授你最好给我来哦 你当天你不要俗辣不敢出现哦 我们现在已经三台车在等 那为什么本来 我们总共有十台赞助 但是现在只有三台 是因为激进党的无心带跑来说 耶谢谢徐晓星 我们要三台车 我说好啊好啊 那你记得给我坐满哦 然后他们还挑我一个语并 就是说我就说呢 因为三台车是一百二十个人嘛 然后我说四百人嘛 他们说三台车拿来四百人 拜托好不好 我最多可以赞助十台 就是四百人 你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总之呢 我就说我最多赞助四百个人位置嘛 你们台湾机场人这么多 是不是来 全部给我上车 全部给我过来欢迎 独派教授你一哥不要跑 全部来 结果呢他们开始说 哦那我要在北中南各一台 我要这样那样 哎我老娘我出钱是老大 我就是要从台北市议会发车 你不爽就不要来 你俗辣不敢搭 你就说嘛 在那边说什么 哦我要在内湖 哦我要在台中 哦我要在台南 老娘出钱老娘最大 我就是车子 你说好三台车 一百二十人坐好坐满 台北市议会 四月七号十一点半 不见不散 无心蛋你不要跑 你不要自己在内湖那边 哦自己搭个车 可能也没几个小猫过去 我一百二十个人的车 就四月七号十一点半 在台北市议会等你 去吧 来吧来 车子订好了给大家看 某某事业的公司订车确认单 四月七号礼拜五三车 十一点半 台北市议会到桃园市场 机场到台北市议会 当然还是有一些塔律班来说 我也要报名 你当天你就给我来 我们每一个位置上都放好国旗 然后呢 我们就要全部的 整个四十分钟的车程都会放 国歌 国旗歌 然后呢 我们每一车都有个车长 我们就是会这样包围你 然后呢 就跟你洗脑 我们中华民国历史 你给我来 都来 绝对保证精彩 我们会在桃园机场第二行赛迎接你啊 我们就是要看所有独派教授 哎 一个都不要少哦 最近有骂马总统的哦 都给我来哦 我十台车的钱 我徐晓星付得起 给我来搭 不要到时候万人小应 无人到场啊 丢脸丢死啦 我们就是要拿出 不再被别人践踏跟欺负的气势 我们过去如何的 我们过去国民党如何 被民党这一群人践踏的 这一群侧异 这一群网军 这一群不知名教授 根本不红的教授 不在上什么节目 去欺负的 我们今天要站起来 说好的马英九 只要在中国大陆 提到中华民国 你们就绝对会来迎接 敢说就敢做 做个敢做敢当的人吧 我不管你男人女人 你就是应该要敢做敢当嘛 不要跑嘛 来来来都来 我保证我们不会打你 我们只会给你听一些中华民国歌曲 我们只会给你国籍 我们是非常礼遇的欢迎你 这就是我们爱你跟欢迎你的方式 就是给你满满的中华民国套组 甚至我也可以去买国旗装给你穿 你不是说一定要讲中华民国 满满的中华民国 我们就给你满满的中华民国 你这么爱讲中华民国 当然是给你中华民国满满到不行 全车中华民国 40分钟中华民国 你下车我继续跟你中华民国 再抗议说马总统不敢说中华民国 他讲了以后来搭我们的游览车 绝对中华民国看好看满 从眼睛耳朵到你身边的人讲话 全部都跟你中华民国 给你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精神洗脑道 这个而且我们会善用华国美学 我也没有要弄特别漂亮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华国美学给你弄好弄满 就是这个样子好吗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游览车 4月7号的大场面 请大家不要错过没错 中华民国大礼包 中华民国大餐 吃好吃满大全餐 那我要先讲一个是 这个马前总统他如何被造谣抹黑的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绿营会想要攻击马总统无可厚非 但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有点有点品啊 不要用不要用造谣的嘛 塔律班他们不断的在造谣马前总统说 我在2008年也是当了这个 意思说他不敢讲出总统两个字 他只敢说这个 所以他们称呼他为马这个 但是我把原文原句念给大家听 他在参观南京总统府的时候 他对现场媒体说 孙中山先生比我大98岁 他在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我在这个2008年也是差了这个96年 所以他是在计算年份 根本就不是在讲总统 你们这些民进党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不需要用这种践踏人的方式 如果今天马前总统他说的地方有错 你当然可以批评他 那是我们的民众的权利 包括你们民进党的权利 可是这个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当了这个 他是在想他的年份跟年次中间的这个口头禅 然后这个总是你 我讲话还会嗯啊嗯啊 这很正常 谁讲话每个人都顺成那样的 他在讲话不是念稿 他已经在中国大陆讲出你们要的中华民国 讲出台湾总统写了民国 他写那个百十二是他本来就这样写的 我就问大家 你们在签名的时候 比如你今天写2023年 你前面会写西元吗 你会吗 不会吗 因为你写2023就代表西元了嘛 再来你写113年的时候 112年的时候 请问你前面会写民国吗 你也不会嘛 你自己都不会做事情 你凭什么叫别人做 蔡英文更常呃呃呃呃呃呃 没有读稿机就呃呃呃呃呃 那请问呢 你有没有说过蔡英文什么 好嘛 所以一个冗词坠句 讲话中间的段落 然后被描述成说只设是总统 被当代名词 你们就是在认知作战 所以民进党到底凭什么说 我要成立认知作战小组 我们被认知作战 你们就是认知作战的元凶 民进党就是在说你们 你们就是认知作战的元凶 你们凭什么 当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出访到中国大陆 彰显中华民国的主权 讲到台湾总统的时候 你们还这样子践踏他 你们不是应该要拍拍手说 谢谢马前总统吗 你们不是平常说要团结吗 一致对外吗 结果当马前总统在中国大陆 代表台湾人民的心声 讲出中华民国派 真正该说的话的时候 你们是如何的造谣在欺负他的 当然 这个地方是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